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欧志昌老师 我们在前面呢,已经介绍过指数的一些性质,还有指数率的用法 我们也去验证了,其实指数呢,从正整数一直扩展到实数 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跟指数有关的应用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题目,所谓的1.01勤勉法则 我想这个在最近网路上,各位同学应该都有看过这个例子 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每天都比前一天进步0.01 那么一年之后,你将具备有现在能力的37.8倍 当我们在看这一个网路流传的新闻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是否曾经怀疑过它这个数字是真的吗 如果你有这个怀疑,那你要怎么去确认 它这个答案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 所以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它这个结果是怎么算出来的 好,那第二个问题 以我是老师的这个立场呢 如果我要告诉我的学生,那如果你现在情况相反 你采用怠惰的策略 那每天你都比昨天退步个0.01 这个0.01看起来其实不多 那一年后你的能力又会剩下现在的多少呢? 这个情况是假设的 不过呢,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两个有趣的问题 好,那这个地方1.01这个勤勉法则我们想的是 因为你每天都比前一天进步0.01嘛 所以呢,这个1.01的意思呢 它其实是1就是你今天的状况 那0.01的部分是加上去的 所以呢,你每天都会出现的状况比较像这个算式 1.01乘1.01乘1.01乘一直乘一直乘每天都是乘1.01 也就是说明天是今天的1.01倍 那因为呢,一年啊,我们就用365天来算嘛 你每天都有这样子的进步 所以你要解决的问题啊,就比较像1.01括号的365次方 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手上没有计算机 我想除非你有很好的心算能力 不然你要得到答案蛮困难的 可是我现在手上有计算机啦 我只要按一个x的y次方键 答案就会出来 所以呢,我们就操作一下x的y次方键 可以得到1.01 这个数字你按完之后呢 你再去按x的y次方这个按键 然后接着按365 你就得到37.7834 一堆后面的数字 所以网路上流传的数字呢 37.8是他取了这个小数点后一位的近视值 果然是真的 所以有没有激励你每天只要进步一点点呢? 好,那再来 如果是老师假设的这个状况 哎呀,我每天退步一点点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好,我们来看看如果你每天退步一点点会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你每天退步的是0.01 好,那你就看到算式上面老师是这样写的 0.99 为什么是0.99呢? 因为今天是1嘛 那你退步0.01的话 你就剩下前一天的0.99 好,同样的状况 一年之后365天 你要算的是0.99的365次方 同样可以利用计算机的x的y次方键 然后你一按呢 这个答案有没有吓你一跳?你只剩下0.025517 取完这个近视值大概是0.026 我们用百分比来算 如果你每天退步个0.01 你知道一年后你只剩下现在的2.6%吗? 非常恐怖的一个状况哦 好,这是一个有趣的题目 我们可以利用x的y次方键 很快的帮我们解决一个还蛮大的次方运算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好,有一家公司呢 它的年营业额 最近5年的表现是这样子的 第一年呢 增加12% 第二年增加7% 第三年 经济景气没那么好 减少9% 接着又减少6% 好不容易在第5年增加3% 这时候 我想要知道 这家公司这5年的平均成长率 好,这里老师要解释一下平均成长率的意思 现在看起来这5年 它的成长率都不太一样 那因为呢 你的增加或减少是以前一年为基础 所以我们要算成长率 并不适合把这5个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相加除以5 好,并不适合 所以呢 我们就要用平均成长率的观念来看 好,那也就是说呢 我把这5年的增加或减少状况 做了一个计算 然后再把结果平均分布在这5年 让它每年的成长都是一样的百分比 这样叫做平均成长率 我们用算式来看它 也就是说 如果平均成长率叫做R 那我第一年增加12% 所以你有看到老师的算式写的是1.12 1就是它自己本来的东西 0.12是增加的 那第二年呢 又增加7% 所以你看我写的是1.07 那第三年减少9% 所以1减9% 剩下0.91 依此类推 所以这5年它的整体状况是 这5个数字相乘 每年都不一样 可是我要的平均成长率是说 如果 让它每年的变化状况都相同 所以你看我写的是1加R 连续写了5个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这个R会是多少呢? 所以我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 1加R括号的5次方 会等于这一个数 那换个说法 1加R的5次方如果是这一个 1.12乘1.07乘0.91乘0.94乘1.03 那么1加R就可以写成5次更号的这个数 好 那5次更号的这个数呢 我也是可以透过计算机就把它算出来 尤其是5次更号这个计算的处理 我们会用到X的Y分之1次方这个按键 好 那我想乘法就是很普通的计算机 你按过的乘法 算起来是1.0109 大约是1.011 换成百分比的话 大概是1.1person 好 也就是说呢 你这5年内有增加有减少 好 可是对我来讲啊 我算起来呢 如果是把这些成长增加减少的百分比分散在5年 让它每年都差不多一样的时候 那这个百分比应该只有1.1 同学们其实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如果你是把12加7-9-6再加3除以5 好 那这个数值呢 算起来应该不会是1.1 好 那这个就是说 因为你的成长率呢 是跟前一年的状况有关 而且是做乘法上去的 所以你不能直接把这些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 直接做平均 这样就没有办法呈现出它真正的样子 好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使用到x的y次方 这个按键 那如果你要做5次根号的话 那它的上方有一个x的y分之1次方 这个按键可以帮助你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联考题 好 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 但是呢 老师要跟各位同学们说的是 这个考题在当时并没有计算机 所以你的学长姐们呢 必须利用它给的参考数据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我们现在手上呢 已经有计算机了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处理它 我们看一下题目 这个统计学家呢 对人体的眼睛做了一些研究之后 他发现 你眼睛看到的这个图形面积大小 跟图形实际面积的0.7次方成正比 好 并不是一个你熟悉的整数次 0.7次方 他举了一个例子哦 小图形是大图形的三倍 这是真实状况是三倍嘛 但是你眼睛看起来 只有3的0.7次方倍 算起来大概是2.16 好 那结论是这样 这个统计学家统计出来的答案是这样 那现在如果我看了某一个国家地图 我的感觉 感觉就是指眼睛看到的嘛 我感觉这个全国面积是某线的10倍 那请问呢 他实际状况应该是几倍呢 这是老师呢 从103指考1的一个选择题所改编的题目 我把它给的一些参考数据拿掉了 现在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利用手上的计算机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处理它呢 来看这个算式 如果说这个国家的面积 它实际上是某线的k倍 那根据刚才这个统计学家的说法 好 你们看一下第三行 大图形是小图形3倍 你的感觉就是3的0.7次方嘛 所以如果说国家实际面积是线的k倍 那我应该写k的0.7次方 是你眼睛感觉到的嘛 结果这个题目说呢 感觉到的是10倍 我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叫k的0.7次方等于10 那这个k是多少呢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老师那个k不知道 我根本没办法按计算机啊 对不对 我要先按一个数字 我才能叫它算0.7次方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处理 好那我有指数率嘛 我们知道指数呢 现在已经扩展到任何时数 它都会遵守指数率哦 所以我透过指数率的帮忙 首先呢我把k的0.7次方外面10次方 那你左边做了一个10次方 我右边也做10次方嘛 利用指数率的运算0.7跟10呢 乘起来变成7 所以左边是k的7次方 那右边呢是10的10次方 好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再利用指数是有理数的一个转换 那k的7次方等于10的10次方 换个说法 k就是7次更号10的10次方嘛 好所以这一个题目的解决 我们在之前的练习有做过啦 我等一下就是先做10的10次方嘛 然后呢我再利用计算机去做7次更号这个动作 我只要按完这些数据 我就知道算起来大概是26.826 也就是说大概27倍左右吧 好那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x的y次方 还有x的y分之一次方 来解决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好那这个是在指考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的题目 各位同学 我们在学完前面的这些指数的一些算法 还有指数率之后呢 刚刚老师举了三个例子 实际的把它用在解决你遇到的问题上面 各位同学也可以多加练习熟悉计算机的操作 我们下期再见